柯文哲博版面真的很有一套 来 宇轩告诉我们 他已经看到2026提出了N加1 哇 被骂到爆 他也博到版面了 阿伯现在出事了 阿伯真的出大事了 他如果再继续出事下去 可能会变出三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先看 柯文哲过去 叫做一身令下 底下无一人不宠 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性嘛 柯文哲白连教不是一个政党 他是一个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一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你不能去质疑挑战这个神的 但如今他遇到挑战了 所以就要跟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他神坛的左脚 要摔下来了 起一个 来 柯文哲讲说 我们2026年 我们办那个N加1计划 我们把这个议员 换言之就是 现在每一个区域他们有的议员 算十几个不多 就再给他多通通加一个 再多提名一席 听起来是好事是不是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基层大炸锅 他的前幕僚 就我们大家认识的 这个Grace 很爱开黄枪的Grace说 等一下啦 陈志涵空降哪里 我就去哪里啦 这Grace跟他呛瞎 但Grace呛瞎我不意外 但可怕的俊杨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他们底层都呛瞎 这十几个议员 通通跟柯文哲造反 前幕僚走就走了嘛 你讲我可以不要理你 问题是 党内选出来的议员 直接呛瞎歌批啊 对 江和树耶 各位 我们再看一次 江和树耶 江和树是谁 台中之前脸贴脸如秀燕 然后跟柯文哲如交四期 叫柯文哲选台中市长 阿姨爱把他弄不住 江和树耶 他真的说啥 我跟你讲啦 你民众长四年多啦 不是每个人都是国民两党啦 不是塑胶啦 你若提名绝对会落选 各位 这个理由 这个到底在哪里 柯文哲一直跟大家讲说 民众长是一个很伟大的政党 很了不起 创造第三势力 但江和树说出了实话嘛 因为当你回到现实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以民众党的票源 一席议员已经很紧绷 如果再提一席 都要会发生什么状况 黄敬盈也给你看 2022年的时候 我们讲学姐 哇 这个以这种最高票 非常高票之姿 来到这个40北投去选议员 结果呢 同党本来是谁先经营的 陈思宇嘛 后来发生什么状况 学姐太强了 学姐的票分给他 都还可以当选 结果学姐一人当选 陈思宇落选 那我就问 对于现在 所有现任的议员而言 他们当选一起 是不是就已经很紧绷 很困难了 那如果再加一个人进来的话 请问他们有没有可能 两个都双双落嘛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嘛 所以这凸显出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民众党的基层 有了选票 有了经营基础咒 再也不需要柯文哲啦 过去我要仰赖 我要看你面识 看你头面 因为你是我老大 我要仰赖你才有空气票 但我现在自己有票了 所以我不需要你 再第二件事情 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代表民众党的基层实力 根本不可能 如同柯文哲讲的一百一千嘛 连一席都很难的嘛 即便立法委员部分区 选成这样子 对他们来讲 三百六十九万 也只是空谈 而第三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以前柯文哲一声令下 每个人 为这个 马首四三 结果现在 人人都跳出来造反 什么 我们不要讲蔡壁如了 什么学姐啦 然后什么江和树 然后一堆议员 通通都讲 嗯汤哦 你就知道 柯文哲的领导威信 受到的挑战跟危机 这种公然叫板 说明什么 你这个N加1 让现任的 可能要跟着覆灭 这不是一个 疼惜人才的做法 柯文哲是疼惜人才的人吗 很多人说 那可能根本就不是 来看这个人 出来了宝宝 他居然 真的跟血跌子 蔡壁如同框了 对对对 而且当初是 他有人 PO出这个照片 他说宝宝吃饱 我要接下一句 宝宝吃饱 文哲跌倒 宝宝吃饱 文哲就会跌倒 为什么就出大事了 好不好 第一个 杨宝珍现在的确是 离柯文哲渐行渐远 但是是柯文哲自己甩掉的 居然跟刚才讲一句话 说柯文哲疼惜疼才 不要开玩笑了 柯文哲这个人 心中本位 只有自己 每个人都当作卫生纸战术 你如果觉得我偏颇 觉得不相信 我反问一件事情 请问柯文哲 第一个任内 台北市长任内 到现在为止 有谁还留在他们身边 答案是零 没有半个人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 连这个最后 原本对他死心塌地的 都走了嘛 而且现在这些基层 你看哦 蔡碧如有没有基层实力 有 他根本不需要柯文哲 他甚至还害怕柯文哲来 杨宝珍有没有实力 到哪里都选上 有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当柯文哲流量 锐减 甚至没有话题 没有议题 必须要去整天 去蹭皇国昌 皇山山的时候 这些人 都大胃了嘛 我自己自成一派了 不需要再看你脸色了嘛 你看就有人出来讲 台中市党部主委 就这位啦 这个我们讲 姜和树就说 他选哪一区都会当选 但我跟各位讲 这是陷阱题 因为杨宝珍选哪一区 蔡碧如都会落选 因为地方的议员 大概会炸锅 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 分析过这个状况了 所以但是这代表一件事情 杨宝珍的基层实力 跟他的粉丝 现在已经不是 无下阿蒙 不可同志而已 好 贾民你怎么看 柯文哲的这个 N加1计划 很多人不看好炮轰 他也搏到版面啦 当然我认为 这个柯主席 他想的那个叫做 大的原则 N加1 就是说如果先任有一席 可以考量要不要加1 如果先任没有的 就至少提一个嘛 这个很合逻辑 但实物上不可行 对 可是你要知道 民众党上一次 他们就是已经野性很大 因为他2020年 第一次政党票 拿了12%左右嘛 他们那时候就 我们要大量提名 提了86个 最后当选几个 14个 最后只有14个 那当选率低啊 所以我说 如果民众党要做高额提名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确实在壮大 可是重点在于 哪些区域该加1 哪些区域该保守 自己要有内部的一个 重要的评估 而评估的标准 当然不是江和书说了算了 是全党也不会是你 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不像是那个海洋动物 为了繁衍 一次下好多蛋 一代一代可以繁衍 会不会反而造成全灭 其实我觉得 柯P会讲到这个话 就代表他对于 政党提名的运作 应该是属于 幼稚园的那个成绩而已 因为你知道 其实在市议员 尤其市议员成绩的提名里面 过去国民党 事实上血泪斑斑 如果比如说 你原来这个区域 原来提名只有四个 那到了这一届 我们要提名五个的话 我跟你讲 其实现有的议员 几乎都跟你拼命 在过去好多都是这样 因为他会认为说 我的池子并没有增加很多 对不对 四个人分跟五个人分 就不一样 对 原来五个人分 变成六个人分 也不一样 那今天民众党 他在一个要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柯P对于整个 他未来政党的一个提名策略 还有他在地方组织的发展 我认为他还是无萨萨 比如说他应该把他变成说 我要遍地开花 比如说大家知道 可能过去提名的区域过少 那现在在以前没有提名的地方 我愿意多提名 那这个搞不好就很多的年轻的 有志的年轻人 就更愿意去加入民众党 或者他喊说 比如说对台北市来说 现在是四席的议员 那我就喊出一个 我未来要起码变成六席 六席就是说 我没有的那两席 我一定给他选上 确保这四席可以连任 我四就变六席了 对不对 增加百分之五十 这个大家也觉得 要留下来选的人 也觉得说 那我应该得到很多的奥远 可是你现在翻来覆去的 然后没有很珍惜 你原来应该继续在蹲点的 然后内斗声不断 你搞一个N加1 把现在所有现任的议员 给搞毛了 而且每个人是说 这个不是壮大 这个是要削弱我的实力 每个人都挫了一旦 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 到底是不是一个 很健康发展 而且就算你以后要N加1 哪有人这么七早八早讲 我就跟你讲 国民党那时候都是 那一年要选了 大概前一年开始说 可多加一喜 大家就立刻吵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 你们就算是不懂 然后看看过去的经验 问问别人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 人知你怎么看 难道柯文哲他不晓得说 其实多席次选举 都是同党之间在抢票吗 然后如果说 你的那个盘不够大的话 你会让你原本的 现任议员落选吗 他不知道这个事吗 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去 跟他的现任议员沟通 所以为什么江和素 第一个跳出来 因为江和素除了是台东市党部主委之外 他也是议员 我举我们新美市的状况 如果说有一个区 我们新美市新庄区有一席 是民众党的议员 那那一区就选七个而已 选七个 非常紧绷 非常紧绷 你说今天如果说 民众党要在那边提两个人的话 那你说那个现任议员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 因为票被分掉了 所以 柯文哲你讲 N加1是希望盘做大 结果你反而会 有没有可能让现任议员因此落悬 这个主席讲这个话 很奇怪就感觉真的是很外行 好啦 那 柯文哲讲了每次都被人打脸 萧桃开会馆讲了被打脸 然后N加1讲了一堆 党内的人都不支持 那你这个主席的微信 还存在吗 哪有说主席讲话一直被打脸的 然后你讲N加1 你是不是需要全台湾都很多人才 可是民众党有很重视人才嘛 就讲刚刚讲大家讲杨宝珍 杨宝珍中午的时候跟蔡 在台中跟蔡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跟蔡壁如 同光聚餐嘛 那时候有人就去问柯文哲说 他们是在哪里聚餐 柯文哲也很好笑 柯文哲就说 这个杨宝珍他老家在台中 所以有可能在台中 杨宝珍在台北上班 也有可能在台北 不论如何呢都有可能 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杨宝珍离 就是暂时离开对不对 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柯文哲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联络啦 也没有想要说 保真啊 之前是你委屈了 要不要回来 你挑一个地方 好好打拼 我们给你力量 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有 放牛吃草啊 所以对于杨宝珍这种有声量的人 你都这样看淡 更不用说 在2022年 全台各地都有很多 帮民众党打选战的议员候选人 后来落选之后 柯文哲根本对人家不理不睬 所以你没有人才 没有人进入到民众党 你在那边喊N加1 干脆讲喊N加2好了 你就没有人啊 好伟翰 这个柯文哲喊出的 2026N加1的大计划 居然被前幕僚打脸说 这根本是全部歼灭的计划 你怎么看 N加1 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议员 所以这个加1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像台北市六个选区当中 有两个现在目前没有 民众党的议员 松信没有 上次亚宝珍落选 中正万华没有 吴宜轩选 他还在选吗 所以这一席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 N就是0 在加1席 松信体育席 松信体育席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怀疑 不然他难道一个政党 不希望开疆辟土 攻城掠地吗 但是问题 坏就坏在那个N N是所谓现任议员 这14个当中要加1 过来都常常跟他好车 跳出来 江和树台中的议员 而且他还是台中民众党的主委 他有讲 我是没差 我做主委你 我是怕啥 别人就怒死了 这四个现任 张志豪 然后陈又诚 还有林真宇跟黄敬寅 那主席都这么说 那我们怎么办 会不会很错 你找人来跟我抢票 不能寒扣嘛 而且事实上还很久 你现在讲也没有用 可是造成反弹 反而不是国民党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民进党 自己有自己的盘 反而是他的基层会担心说 那这样子造成 现任议员的排挤 那怎么办 难道真的以为 民众党就可以 各区都选到 两席以上吗 英加一的那个N 现任的议员 还要有一个竞争者 他们内部会担心 不过我还是这样讲 我觉得一个新兴的政党 想要 因为他的目标 是跟国民党民主党一样大 希望自己的党的 基本盘能做大 等量奇观 所以里长 市民带 议员要多 方向跟基本概念 应该是没有错的 5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就楼卡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 订阅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 请大家订阅一下